The Lazy Monk 缆僧 第九十一章 我亲爱的孩子,你应该怎样学到? 控制马的心意和狐孙的心,紧紧地绑着它们,它们会发出五种颜色的光。 松了它们,你将走三条痛苦的道。 如果想要舒适的生活,天单会漏,你的欲幸会哭,去掉愤怒、高兴和担心,你会明白这神奇的奥秘。 在上一个故事中,我告诉了你,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怎么和狮子魔鬼战斗的,救了御华城。 之后,他们离开了哪个城市,继续向西走。 他们走了五六天,然后他们看到了另一个城市。 这很奇怪! 孙悟空看着这个城市说。 我看到一根旗杆,但没有旗,让我们进去了解更多的情况。 他们来到了城门外一个很忙的集市,那里有茶屋、酒店和卖米和油的商店。 人们都看着中国来的和尚,和他的三个徒弟,猴王孙悟空,猪人猪八戒,高个子黑皮肤的沙悟镜。 四位游人没有理他们,他们继续走着,直到他们来到一个寺庙,上面写着《慈云寺》。 我们进去吧! 唐僧说。 我们可以让马休息,要一些食物。 他们进了寺庙,那里都是拜佛和爬塔楼的人。 一个金钟敲响着,和尚们正在念经。 一位和尚走到唐僧面前,问道。 欢迎游人们,你们从哪里来? 唐僧回答说。 这个穷和尚是从中国的唐国来的,我和我的徒弟们正去临山,向佛祖求佛经。 和尚向唐僧,唐僧很吃惊,帮着和尚站起来,问他为什么磕头。 和尚说。 伟大的老师,在这个地方,和尚们念佛经,向佛祖祈祷,希望他们下一次生命能出生在中国。 你来自中国,所以你一定有一个伟大的灵魂。 唐僧笑着说,不,我只是一个穷和尚,离开家,行走要饭,在这里你可以享受安静舒适的生活,你是一位受到祝福的人。 然后他问,告诉我,跪地叫什么名字,离灵山有多远? 这里是金平府,在印度东部的边界,我们离首都有两千里左右,但我们不知道离灵山有多远。 唐僧感谢他,告诉了他这些,然后和尚请唐僧留下来,住上几天,过元宵节。 他说,将安排灯笼和灯,整夜都会有音乐。 由人们同意留下来,寺庙的主人给他们吃了一顿素食晚饭,到了晚上,他们都出去看金灯桥上的灯笼。 第二天,他们休息,吃了早饭和中饭,下午他们去城里走走,晚上,他们又出去看金灯桥上的灯笼。 第三天,唐僧说,这个穷和尚有过誓愿,我每到一座塔,就要扫一遍这座塔,请让我扫你的宝塔,好吗? 和尚同意了,他打开了塔门,唐僧和沙进去了,唐僧用扫帚扫了一楼,他们走到二楼,唐僧又扫了二楼。 他们就这样继续续着,直到他们来到了顶楼,他们在顶楼休息了一会儿,看着下面的城市,然后他们下了楼,这时又是晚上了。 伟大的老师 和尚说 前两个晚上你都去看了我们的灯笼 今天晚上是主要的节日之夜 我们去城里在那里看灯笼吧 唐僧同意了 他和三个徒弟走进城里 他们看到了什么 千万个灯笼挂在集市中 天空中月亮像一个圆银盘 月光照在灯笼上 让它们更明亮 雪花灯笼 梅花灯笼 像春天里的碎冰 绣花屏风灯笼 彩画屏风灯笼 用不同的颜色做成蓝湿灯笼 白象灯笼 高挂在城墙上 羊灯笼 兔灯笼 给屋子带来生命 鹰灯笼 凤凰灯笼 挂成两长行 老虎灯笼 马灯笼 一起被带到街道上 灯笼在千万家屋子上 造成好几里云和烟雾 窗帘 窗帘后面 美丽害羞的女孩 看着热闹 桥上喝醉的游人 笑着 玩着 一整夜 都是音乐和歌声 处处都是人 有些人 穿成鬼的样子 有些人 穿成大象的样子 许多人在跳舞和唱歌 唐僧和其他人都来到桥上 他们看到了三个巨大的灯笼 灯座有大桶那么大 灯笼四周是彩色玻璃做的宝塔 唐僧问 这些灯笼里烧的是什么油 一位和尚回答说 伟大的老师 我们这里有很多家庭 每年 我们选出二百四十个家庭 为灯油家庭 他们必须做一种特别的油 每桶可装五百斤油 所以 一共需要一千五百斤油 来装满三个桶 每年要用四万八千两银子 来装满所有三个桶 孙悟空问 可是你们怎么能在一个晚上烧这么多油呢 每个灯笼有四十九个灯芯 每根灯芯都像鸡蛋一样粗 我们点上灯笼 晚上的时间 那天佛祖出现 油消失了 灯也就灭了 主笑着说 哦 我猜佛祖把所有的油都拿走了 是的 从古到现在就是这样 就在这时 他们听到了天空中咆哮的风声 所有的人都从桥上跑了 和尚们也跑了 大喊 伟大的老师 我们现在需要离开 风来了 众佛来了 唐僧没有动 他说 这个穷和尚念佛祖的名字 拜佛祖 如果现在佛祖来这里 我会向他们祈祷 和尚们都跑开了 唐僧抬起头 看到三位佛祖从天上下来 他跑到桥顶 向他们磕头 孙悟空跑到他面前 喊道 师父 这些不是佛祖 他们是邪魔 但是已经太晚了 灯都黑了下来 唐和尚被风吹走了 三个徒弟去每个地方找 喊着唐僧 和尚们问 发生了什么事 孙悟空笑着回答说 你们都有眼睛 但看不见 这么多年来 你们一直都被这三个妖怪骗了 你们以为 他们是来享受灯游的真佛 但他们是妖怪 因为我来桥上太慢了 他们才能抓住我的师父 把他带走 现在我要找到他 猴王很快的跳了起来 闻着空气 他闻到一股来自东北的非常难闻的味道 他用他的金斗云很快的向味道飞去 不久 他来到了一座一万尺高的大山 他听到老虎和豹子的声音 他看到鹿 他听到河流从山边飞快流下的声音 他看了四周 但没有看到任何妖怪 但接着他看到四个人 赶着羊 再仔细看 他发现他们是四植公草 年 月 日 和小时 很快 他拔出他的金箍棒 大喊道 你们四个 想要去哪里 四植公草马上回答说 大圣 请原谅我们 你的师父最近变得有点懒惰 他用了很长时间在雌云寺里吃饭和休息 这削弱了他的精神 让妖怪抓住了他 我们怕你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他 所以我们来这里帮你 如果你们想帮我 这些羊是怎么回事 我们带来了三只羊 是让你记得那句老话 三羊是繁荣的开始 这应该对你的师父有帮助 孙悟空放好他的棒 问道 这里是妖怪住的地方吗 是的 这三个妖怪的名字是 碧寒大王 碧蜀大王 和碧臣大王 他们在青龙山生活了一千年 他们学会了怎么让自己看起来像佛祖 骗这个地方的人们 给他们特别的油 今年他们见到了你的师父 知道吃他的肉可以长生不死 所以他们计划在最近杀死吃掉他 孙悟空告诉四只公草 他们可以走了 然后他看了四周 发现了妖怪的山洞 他的入口是一座石楼 有两扇石门 门是开着的 孙悟空把头伸进去 喊道 你们这些妖怪 快把我的师父还给我 几个牛头魔鬼出来 对他喊道 你是谁 对我们大喊大叫 我是唐和尚的大徒弟 我们看灯笼的时候 你们的魔王把他带走了 现在把他还给我 如果你们不这样做 我会把你们的洞翻倒过来 杀死你们所有的人 牛魔鬼跑了进去 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三位魔王 其中一位魔王说 我们刚刚抓住这个和尚 还没有时间问他的名字和他来自哪里 孩子们 把他带到这里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问他问题了 牛魔鬼抓住唐僧 把他拖到魔王面前 一个魔王说 你从哪里来 你为什么向我们跑来 不像其他人那样逃走 唐僧回答说 陛下 我是被大唐皇帝送来拜佛 去雷音寺 去佛经 我出生时的名字叫陈玄藏 我被叫做三藏 是因为有三个房间 里面全是佛经 我必须把那些佛经都带回来 但现在 大家就叫我唐僧 昨晚在桥上 我看到陛下从云中下来 我向你们磕头 因为我以为你们是真佛祖 谁和你一起西游 我有三个徒弟 大徒弟叫孙悟空 也叫齐天大圣 魔王听到这 很吃惊 就是五百年前 在天上找那么多麻烦的大圣吗 是的 是的 我的第二个徒弟是猪八戒 以前是天鹏元帅 我的第三个徒弟 就是卷帘大将杀悟静 魔王让他们的小魔鬼 用很重的铁锁链锁住唐僧 然后他们叫来了一大群牛魔鬼 到外面去战斗 孙悟空站在一块大石头后面 看着他们 每个魔王都很大 有两个脚和四个尖耳朵 在他们身后 是几百个牛魔鬼 有高 有矮 有胖 有瘦 有老 有年轻 他们都拿着武器 在他们的上面 有三面大旗 上面写着碧寒大王 碧蜀大王 和碧臣大王 孙悟空走上前去 喊道 你们这些无法无天的强盗 你们不认识老猴子吗 有一个人回答说 原来你是在天上找麻烦的那个人 是吗 我们知道你的名字 但不认识你的脸 现在我们看到 你只是一只小猴子 你们这些偷游贼 别说话了 现在把我的师父还给我 妖怪们用他们的武器 向他打来一把斧头 一把剑和一根拐杖 孙悟空战斗 是为了救师父的生命 三个妖怪战斗 是为了吃和尚肉 长生 他们打了一整天 打了一百五十多个来回 最后 妖怪们包围了孙悟空 孙悟空用金斗云 逃回了 此云四 兄弟们 他对猪和沙说 我们的师父被带走后 我跟着南文的风走 我遇到了四只公巢 然后我发现了一个山洞 山洞里面有三个魔王和很多牛魔鬼 这三个妖怪多年来一直在城里偷游 假装成佛祖 我跟他们所有人战斗了一整天 但我没有办法赢得战斗 所以我用金斗云回到了这里 寺庙里的和尚过来 要给三个徒弟晚饭 我不需要吃任何东西 孙悟空说 我以前在五百年中 没有吃任何食物 或喝任何东西 和尚们以为他在开玩笑 他们拿来了食物 三个徒弟吃了晚饭 孙悟空说 我们睡觉吧 明天和妖怪战斗 但沙说 哥哥 你说什么 如果妖怪们今晚煮了 吃掉了我们的师父 那我们该怎么办 最好现在就回去救他 朱和孙悟空都同意了 所以他们告诉和尚 看护好他们的马和行李 孙悟空说 我们要去抓这些假佛 把他们带回这里 这样人们就不做那么多的油了 那不是很好吗 第九十二章 孙悟空 朱 沙 飞回青龙山的山洞 找三个妖怪 朱举起耙子 正准备砸碎石门 但孙悟空说 等等 兄弟 让我们先来看看师父是不是还活着 但大门是锁着的 朱回答说 我们怎么进去 当然是用魔法 猴子说了几句魔语 变成了一只小萤火虫 他飞到山洞里 看了四周 他看到许多大牛魔鬼在地上睡着了 空中都是他们的大憨声 他再往里飞去 听到了哭声 在那里 他发现 唐僧被绑在一根柱子上 他再说 自从十多年前离开长安 我走过了千山万水 很高兴遇到一个元宵节 我上了金灯桥 我分不出真假 所以我必须再次受到痛苦 我希望我的徒弟们快点来 我希望他们的强大力量能救我 他抬头看 看到了萤火虫 他说 这是什么 这才第一个月 但已经有萤火虫了 萤火虫说 师父 我在这里 你不能分真假 你不听我的 你让这些妖怪把你带走 我现在和猪 沙在这里 所有的妖怪都睡着了 让我们离开这里吧 孙悟空 孙悟空变回原来的样子 他用魔法打开了锁 救出了唐僧 他们开始走出山洞 但就在这时 一个妖怪王对牛魔鬼说 孩子们 今天晚上怎么没有人巡逻 当然 所有的妖怪因为一整天的战斗都非常累了 妖怪王说了这话后 几个魔鬼起来走到山洞后面 去看唐和尚 他们撞上了唐和尚和孙悟空 一个牛魔鬼说 我的好和尚 你已经从锁链中逃了出来 但你现在要去哪里 孙悟空拔出金箍棒 杀死了两只小牛魔鬼 剩下的人都跑了回去 敲打着妖怪王睡觉房间的门 大喊 不好了 不好了 毛狐孙杀了我们的两个人 孙悟空叫来了他的两个兄弟 三人和妖怪战斗 但是因为要战斗 他们只能离开唐僧 妖怪王再次抓了唐僧 又用锁链把他锁了起来 其中一人说 所以你的小朋友来到我们的山洞找你 是吗 好吧 现在我们醒了 我们不会让你逃跑的 妖怪王转身和三个徒弟战斗 这场战斗继续了很长时间 但没有人能赢 最后 碧寒大王把牛魔鬼叫来帮他 他们都冲到猪的面前 和他战斗 猪倒在地上 被牛魔鬼包围 他们把猪拖进山洞 把他绑起来 然后他们都跑向沙 围住了他 打他 沙也倒在地上 被牛魔鬼绑了起来 孙悟空知道自己没有办法一个人赢那么多魔鬼 所以他飞走了 他回到了慈云寺 那里的和尚问他 是不是救了唐僧 没有 他回答说 那里有很多妖怪 他们非常强大 我想我的师父是安全的 因为他得到光明六神 黑暗六神 丁甲 这些神的帮助 但是 我仍然需要一些帮助 我必须去天宫 你们都留在这里 看护着马和行李 他很快飞到了天宫的西门 在那里 他遇到了太白金星和其他一些神仙 太白金星向他问好 问他要去哪里 孙悟空回答说 我和师父一起去了印度东部 我们住在慈云寺 快乐的过元宵节 我们去了金灯桥 那里有三个巨大的灯笼 烧着一种特别的油 哪个城里的人 以为油是他们每年送给佛祖的礼物 但每年有三个妖怪精 便成佛祖的样子偷油 我的师父不知道这 他向假佛鞠躬 假佛抓住了他 把他带回了青龙山的山洞 我想和这些妖怪战斗 但他们对我来说太强大了 现在我来请玉皇大帝帮我了解一下他们是谁 降服他们 太白金星笑着说 我认识这些妖怪 他们是犀牛精 在天宫里可以看到他们的样子 他们已经学到多年了 所以他们现在有巨大的魔法力量 他们可以在云中飞 在雾中走 他们的脚上有魔力 如果你想抓住他们 你必须得到四目情心的帮助 我怎样才能找到四目情心 他们在天上 就在斗牛宫外面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 去问问玉皇大帝 孙悟空向他道了谢 然后他走进大门 飞向通明殿 在那里 他向四位天师解释了他的情况 他们让他进灵霄殿 见玉皇大帝 皇帝听着孙悟空讲这事 他要命令一些天上的战士 去解决这事 但孙悟空说 刚才 太白金星告诉我 这些妖怪都是犀牛精 他说只有四目情心才能降服他们 玉皇大帝同意了 让人给四目情心送去了命令 那四目情心是 脚木脚 斗木蟹 魁木狼 并木暗 孙悟空看到他们 笑着说 哦 是你们四个 如果我知道 我要见的是二十八宿的四目 我就自己来见你们 不用问皇帝了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他们回答说 除了皇帝的命令 我们什么也不能做 现在 你想让我们来这里做什么 青龙山上的山洞里 住着一些犀牛精 脚木脚说 你不需要我们所有的人 只要问一下斗木蟹 他很厉害 他可以爬山吃老虎 他可以下海抓犀牛 不 孙悟空说 你不明白 这些犀牛通过几百年的学习 已经得了道 他们非常强大 我需要你们四个人一起 就这样 孙悟空和四目秦星 来到青龙山的山洞 因为石门被打坏 牛魔鬼们在洞口放了木板 孙悟空喊着让妖怪王出来 不久之后 三个妖怪王都穿着盔甲出来了 一大群牛魔鬼跟着他们 手里拿着刀和长矛 挥动着旗子 敲着鼓 妖怪王让牛魔鬼散开 包围孙悟空 但突然 四目秦星拿着武器跑了上去 喊道 恶兽 不要动 不 妖怪王喊道 这很不好 孩子们 为了你们的生命 逃吧 所有的牛魔鬼都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他们是山牛 水牛和黄牛 他们都在山上发疯一样的跑着 三位妖怪王也恢复了他们原来的样子 放下了武器 他们的双手变成前腿 他们的身体变成大犀牛的身体 他们的腿踩在地上 发出像雷一样的声音 向东北方向跑去 孙悟空和锦木岸 角木角 两位木星 紧追着他们 窦木蟹和奎木狼 两位木星 跑到山洞里 救出了唐僧 猪和沙 唐僧向窦木蟹和奎木狼 鞠躬道谢 他说 可是我的徒弟悟空在哪里 两位木星解释说 他正在追妖怪王 唐僧又再次倒地磕头 可以了 猪说 你不需要一直鞠躬 这些木星只是照皇帝的命令办事 现在让我们毁了这个山洞 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到寺庙 等哥哥了 窦木蟹和奎木狼都同意 他们离开去帮助孙悟空 和另外两位木星 猪和沙从山洞里 取出了所有的金子和珠宝 然后他们点起大火 把山洞里的所有东西都烧成了灰 灾难在最成功的时候出现 一个人在快乐中会遇到邪恶 爱灯笼 佛法就会受到影响 和尚的心被可爱的光削弱 要永远守卫单道 没有了他 你会不知道你的道 紧紧抓住 不要让他乱走 一时的懒惰会带来灾难 窦木蟹和奎木狼追上了孙悟空 跟他讲了他们是怎么救出唐僧 猪和沙的 谢谢 孙悟空说 三个妖怪王已经跳进了大海 井木岸和角木角跟在他们身后跳进大海 但他们让我留在这里 看着岸边 不过现在你们来了 我就下海去帮助他们 孙悟空抓起了他的棒 他用手指做了一个魔法手势 把水分开 然后他飞到了海底 他发现 三个妖怪王正在跟井木岸和角木角战斗 当妖怪王们看到孙悟空加入了战斗 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命 转身逃跑 孙悟空 井木岸和角木角紧跟在他们的身后 当他们经过大海时 他们经过了几个外出巡逻的夜叉 夜叉们马上游回到他们的老板 西海龙王敖顺那里 他们告诉敖顺 三只犀牛正被孙悟空和两位木星 追赶着 敖顺马上知道 他要帮助孙悟空 他命令他的士兵快出宫殿 帮助孙悟空 他们来到三个妖怪王面前 挡住了他们 妖怪王被困住了 他们每个人都向着不同的方向逃 其中一个妖怪王 碧臣大王 很快就被龙王和他的士兵包围了 孙悟空喊道 别杀他 我们要他活着 士兵们把他绑起来 用铁钩穿了他的鼻子 避暑大王也被抓了 但碧寒大王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等到孙悟空来到他身边时 士兵们已经抓住他 杀死了他 他们把死了的犀牛拖回了宫殿 孙悟空让士兵们砍了脚 剥了皮 但把肉给了龙王 然后他们回到了金平府 脚木脚用穿过避臣大王鼻子的绳子 牵着他 井木案也用一样的方法牵着避暑大王 另外两位木星 葵木郎和斗木屑也加入了他们 当他们接近金平府时 孙悟空从云中喊道 这地方的所有人听我说 我们是大唐来的和尚 去西天取经 我们已经知道了 那些拿走你们游的假佛祖的真相 他们其实是犀牛精 这些犀牛精偷了你们的灯油 抓了我的师父 天上的神帮助我们降服了这些犀牛精 从现在开始 你们不需要再做这种特别的很贵的油了 这之后 孙悟空和木星们来到地上 把两只活着的犀牛精和一只死了的犀牛精 带到了郡侯家 猪 沙 和唐僧也加入了进来 唐僧被那个地方的一些和尚 抬上了轿子 孙悟空向大家讲了他去天上 玉皇大帝的法令 四位木星的帮助和海底最后一场大的战斗的故事 当孙悟空讲故事的时候 猪变得越来越生气 最后他抓起一把刀 砍掉了避暑大王和避臣大王的头 孙悟空说 让四位木星砍下这两只犀牛的脚 把他们和我们的感谢带给玉皇大帝 我们把第三只犀牛脚给金平府的人们 让你们在未来的几年 记住这里发生过的事情 我们要带走一只脚 等我们到临山时 把它送给佛祖 虽然四位游人结束了金平府的事 但郡侯还不让他们离开 他先举行了一场大的速食宴会 然后他发了一个法令 说第二年不会再有元宵节了 任何家庭都不需要再为未来的节日送特别的油 他还命令把死犀牛的肉发给所有的人 他命令建一座寺庙 这样人们会一直记住四位木星 对犀牛妖怪的胜利 二百四十个灯油家庭中的每一家都非常感激 希望在家中为游人们举行大宴 每天晚上一个 继续二百四十天 所以他们每天晚上都在不同的家里吃饭 每天晚上猪从袖子里拿出几颗珠宝送给请他们的家庭 一个月后 唐僧忍受不了了 他让孙悟空把剩下的珠宝送给寺庙 还告诉他的徒弟们 他们第二天黎明前就要离开 他说 我担心 如果我们在这里住得太久 享受生活 佛祖可能会生气 我们会遇到更多的麻烦 第二天早上 唐僧在五更时醒了 他让珠把马准备好 珠对这感到不高兴 说 我们为什么要离开 所有二百四十个家庭都想请我们吃饭 但是到现在 我们才吃了他们中的三十个 唐僧大声道 你这个胖苦力 别喊了 如果你一直抱怨 我会让悟空用他的金箍棒 敲掉你的牙齿 主听到这些生气的话时 吃惊的眨了眨眼 然后他拿起行李 杀也做完了他的工作 就这样 在太阳出来之前 四位游人离开了金平府 他们是 让凤凰逃出玉笼 打开锁 让龙自由 第九十三章 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 离开金平府 走了半个月左右 有一天 他们来到了另一座高山 唐僧说 他们一定要小心 但孙悟空只是笑着说 我们离佛地这么近 这里不可能有任何妖怪或魔鬼 是的 唐僧说 但要记住 金平府和尚告诉我们的话 他们说 到印度的首都 还有两千里 我想知道 我们走了多远 师父 你是不是又忘了禅师教你的心经 当然没有 心经就像我的僧医或我的药饭碗 他一直和我在一起 我可以倒过来念 你知道怎么念 但你知道他的意思吗 你这个笨猴头 我当然知道是什么意思 你呢 是的 我知道 他们俩很久没有说话 朱觉得这一切都很好玩 他说 我们三个徒弟 开始的时候都是妖怪经 我们不是佛教和尚 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佛教和尚讲佛经 我认为老猴子只是在给我们讲一个很难让人相信的故事 但是唐僧对朱说 悟空懂得无字的经 这才是真正的智慧 这时 他们已经过了那座高山 他们来到一座寺庙 塔不太大 也不太小 绿色的屋顶 红砖墙围着寺庙 大门上有一个大字牌 上面写着布金寺 唐僧说 这很有意思 有一个关于舍卫城里奇数给孤原的古老故事 一个名叫须达多的人 想从奇陀太子那里买下他 这样佛祖就可以用他来讲课 但太子说 这个奇数给孤原不是用来卖的 当须达多再次问他时 太子说 除非用金子盖满这个地方 你才能买奇数给孤原 所以须达多用金砖盖满了整个奇数给孤原 太子把奇数给孤原卖给了他 须达多邀请佛祖去那里讲课 他们进了寺庙 一个和尚见到他们 说 师父 你们从哪里来 这个穷僧人叫陈玄藏 是大唐皇帝送来去西天拜佛 带回佛经 我们只是路过贵庙 希望我们能在这里住一晚 和尚同意了 邀请他们进来喝茶和吃素食 他们都坐了下来 唐僧开始祈祷 但猪马上开始把食物放进嘴里 傻轻声对他说 二哥 记住 世界上有很多君子 但他们都像我们一样 有肚子 猪想了想 就停止了吃食 唐僧问和尚 这里是不是真的是有名的奇术给孤圆 是的 和尚回答说 这里以前是奇术给孤圆 但是在须达多用金子盖满了它 买了它之后 改名为布金寺 即使是现在 在一场大雨之后 我们有时也会在地上发现一小块金子 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游人 我们走过大门时 看到许多马和马车 我们这里的山叫白角山 它以前非常安全 但最近山上出现了一些蜈蚣精 他们在路上攻击人 没有人被杀死 但人们害怕在夜里走路 所以当夜晚来时 生意人会在这里过夜 当早上攻击叫时 他们才离开 我们也会这样做 唐僧说 之后 唐僧和孙悟空在月光下走着 一个手里拿着主手杖的老和尚 走过来问道 这是从中国来的师父吗 我不敢接受这个荣誉 唐僧回答 师父多大年纪 我无用的过了四十五年 你呢 我很笨蛋 比师父多活了六十年 孙悟空说 那么你是一百零五岁 你看我有多大了 月光下 我的眼睛看不太清东西 我很难看出你的年龄 他们舒适安静的走了一会儿 他们从后门出去 来到一个平台 突然 唐僧听到了哭声 那是谁 他问 老和尚回答说 一年前的今天 这个穷和尚在静坐 想着我们和月亮的关系 我听到一个声音 看了四周 我看到一个可爱的年轻女孩 我问她是谁 她告诉我 我是印度国王的女儿 我被强风吹到了这里 我马上觉得 她一定是一种妖怪 所以我把她锁在一个空房间里 我把砖堆在门上 让她变成像一个监狱 门上只留了一个小洞 只能让一个饭碗通过 女孩害怕其他和尚 会想和她发生性关系 所以在白天 她假装疯了 躺在自己的屎尿里 说着疯话 但到了晚上 她哭着 轻轻地喊着她的父母 我不知道该怎么对她 但是现在大师来到了这里 我希望你能对这件事 说说你的想法 唐僧和孙悟空回到他们自己的房间 去睡觉了 早上 当公鸡叫时 四个游人开始准备离开 在他们要离开时 老和尚对他们说 别忘了那个流泪的女孩 当然不会 孙悟空说 等我到了城里 我就会发现真相 他们和一大群生意人 一起离开了寺庙 他们爬上山路 在中午前 他们看到了城墙 从山的另一边下来 生意人都去了自己的酒店 唐僧和徒弟们 来到了会同馆 唐僧向那里的经理问好 然后问他 是不是可以 在得到通关文书签署的时候 住在会同馆 经理同意了 给了游人一个房间和一顿素食饭 唐僧看得出来 经理对他的三个徒弟很害怕 所以他说 请不要害怕 这些是我的徒弟 他们可能看起来很丑 但他们都有善良的心 老话说 难看的脸 善良的人 先生 告诉我 贵国有多大年龄了 这里是伟大的印度王国 他有五百年的历史 我们的国王是一个爱山 爱溪流 爱花草的人 他的名字叫宜宗皇帝 他已经统治王国二十八年了 你认为 这个穷和尚 今天能见到你们伟大的国王 拿到我们签署的通关文书吗 是的 这是非常好的一天 我们的公主 国王的女儿 最近刚过二十岁生日 今天 她将扔绣球 看看谁是天堂 为她选的丈夫 我相信朝廷仍然开着 你应该现在就居 唐僧请孙悟空 跟他一起去见国王 他说 这里的人和大唐的人差不多 我听说过我母亲的故事 她通过扔绣球 认识了她的丈夫 她击中了她的头 他们就在同一天结婚了 我们应该去看看 孙悟空说 不 我们不能穿这样的衣服去 可是 师父 你忘了布金寺老和尚的话了吗 我们需要分出真假 如果我们去的话 我们可以好好看看这位公主 唐僧 唐僧同意去 但他不知道 他们就像一个想要钓鱼 但到最后钓出了大麻烦的钓鱼人 他不知道 一年前 国王和王后 公主 一起去御花园 看月光 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 一个妖怪把公主弄走了 把她送到了很远的地方 然后 妖怪变成了公主的样子 妖怪知道 唐和尚一年后会来 所以 他让父亲安排今天晚上的扔绣球 他想和唐僧交合 取他的阳气 成为仙人 所以 你可以猜到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刚过中午 唐僧和孙悟空进了塔楼 贾公主看到了他们 很快的把绣球扔向唐僧 他击中了他的头 打掉了他的帽子 唐僧想要去抓住球 但他滚进了他长衣的一个袖子里 他击中了一名和尚 他击中了一名和尚 塔楼上的人喊道 人们向唐僧跑去 孙悟空大叫着 把身体拉长到三十尺高 人们逃跑了 孙悟空恢复了他正常的大小 我现在该怎么办 唐僧喊道 放心吧 师父 进去见国王 我会回到会同馆 如果公主不想和你结婚 那么只要拿到签署的通关文书 我们就离开 但是 如果他真的想要你 那就告诉国王 你必须要和你的徒弟讲一些事 然后我们会来朝廷 我将能够分出真假 唐僧同意了 然后他被宫里的女仆人围着走到塔楼 公主从塔楼上下来 他带着他上了御车 他们一起坐着车到了宫殿 国王听说公主的球击中了一名和尚 不是很高兴 但他邀请他们俩进了金鸾殿 他问唐僧 你从哪里来 你怎么会被朕的女儿的球击中 唐僧叩头在地 说 这个穷和尚 是被大唐皇帝送来拜佛和求佛经的 我来这里 只是为了我们的通关文书得到签署 我走的路把我带到了塔楼下 我没有想到会被你女儿的球击中 这个穷和尚已经离了家 入了不同的宗教 我不可能成为你女儿的丈夫 我求求你 原谅我这么笨 快快让我去临山 国王回答说 古人说 一根线可以把分开千里相爱的人 牵在一起 这年月日和时间 对找丈夫或妻子都是非常吉祥的 他的球击中了一个和尚 朕不高兴 但朕不知道公主是怎么想的 父王 他向他叩头说 你知道这句老话 如果你和鸡结婚 就跟着鸡 如果你和狗结婚 就跟着狗 我向天地发过誓 我要和那个被我的球击中的人结婚 我怎么敢不照誓愿做呢 我要让他成为皇帝的女婚 这时国王笑了 他让朝廷的天文学家选一个最好的婚礼日 但就在他准备把婚礼的消息向大家宣布时 唐僧 唐僧只是说 哦 国王 请把我放了 国王生气地喊道 什么 你不想成为皇帝的女婿 仍然坚持要去取经吗 好吧 如果你不想和朕的女儿结婚 你会丢掉你的头 唐僧全身发抖 他回答说 我感谢陛下的心意 但是求求你 我有话一定要和我的三个徒弟讲 他们在会同馆等我 国王让一些官员去接他的徒弟 这个时候 孙悟空已经回到了会同馆 他笑着把绣球的事告诉猪和沙 猪踩着脚喊道 我就知道 我应该换你去那里的 如果你没有阻止我 我就会去塔楼 球就会掉在我的头上 公主只能和我结婚 我们会整天整夜地玩 真是太好玩了 沙抹了一把猪的脸 说 你这张嘴 这就像是 你用三个硬币 买了一头老马 然后告诉每个人 你可以怎么骑他 谁会想要一个像灾难一样的你 成为自己的丈夫或女婿呢 他们俩争论了一会儿 直到一位大臣的到来 说 陛下希望你们三个人 马上进宫 老和尚运气好 被公主的绣球击中 将成为皇帝的新女婿 孙悟空说 好吧 我们走吧 第九十四章 孙悟空 朱 沙 跟着大臣进了宫 他们走进了宝座房间 他们没有向国王鞠躬 国王问他们 你们叫什么名字 住在哪里 你们为什么会成为和尚 你们要取什么惊 孙悟空走向宝座 几个侍卫走到了他和国王之间 唐僧站在国王的一边 他对孙悟空说 徒弟 陛下要问你一些问题 请好好地回答 孙悟空生气了 他对国王喊道 陛下 你要我们尊敬你 但你没有尊敬别人 如果你想让我们的师父成为你的女婿 你为什么要让他站着 为什么不让他坐下 国王吓坏了 但没有露出他的害怕 他让侍卫拿出一个舒适的垫子 请唐僧坐上去 做完这些 孙悟空才回答了国王 说 这只老猴子的家是澳来王国花果山上的水帘洞 我的父亲是天 我的母亲是地 我是在一块石头碎开时出生的 一位道人教我道 我在海中打败了龙 我在山上抓动物 我从生死部中去掉了我们的名字 我去了天宫 每天都过着快乐的生活 但后来 我在天上找了麻烦 佛祖把我困在山下 五百年里 我不吃东西 不喝茶 然后 我师父来了 让我自由了 我现在是佛祖的学生 我叫孙悟空 国王点头 然后转向朱 等着他说话 朱说 在我前一个生命中 老朱追求快乐 我一生混沌 我脑子困惑 有一天 我遇到了一个改变我一生的仙人 我成为了他的学生 学习道 玉皇大帝让我成为天鹏元帅 带着他的军队在天河上 但我在一个节日上喝醉了 没有礼貌的对嫦娥开玩笑 皇帝把我送下人间 因为一个错 我生出来是一只猪 不是一个女人 我成了一个猪魔鬼 做了很多坏事 感谢观音 我成了佛教徒 现在我保护唐和尚 我叫猪八戒 然后猪大声笑了起来 对着国王拍打着他的大耳朵 唐僧说 八戒 控制一下你自己 猪双手合起来 静静的站着 国王看着沙 沙说 老沙以前是一个普通人 因为害怕死 我去求道 我行走云中 游走天边 我遇到一些仙人 我养育了男孩 给他配了一个可爱的女孩 我飞上天空 拜见皇帝 我被指名为卷帘大将 但在一个节日里 我把贵重的玻璃杯吊在地上 打坏了它 我被送到人间像妖怪一样的生活 我吃走进流沙河上我家的游人 观音菩萨救了我 叫我等着唐和尚 我成了他的徒弟 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叫沙悟静 听了这三个故事后 国王很高兴知道自己的女儿要和一个活着的佛结婚 但他又非常害怕 这个人的徒弟是那么强大的妖怪 正想着的时候 朝廷天文学家走了进来 告诉国王 最吉祥的婚礼日子是这个月十二日 也就是四天以后 国王命令为唐和尚和他的三个徒弟准备他们住的楼 然后他讨论了婚礼的准备工作 最后他离开了宝座房间 四个游人走进花园吃了点晚饭 唐僧对孙悟空喊道 你这只无耻的狐孙 我告诉过你 我想要的就是拿到我们签署的通关文书 我告诉过你不要走进那塔楼 你为什么带我去那里 孙悟空回答说 师父 我听你说过 你妈妈是用相同的方法遇见她丈夫的 我以为你在向往过去 另外 我在想布金寺方丈的话 我想好好看一看公主 刚才我觉得国王看起来有点邪恶 但我还不知道那个女儿怎么样 如果你看到她 你会怎么做 我的钻石眼睛可以分出真假 善良和邪恶 所以让我们等到婚礼那天 我就能好好看看她了 哦 别说了 你这个邪恶的狐孙 我们的旅途快要结束了 但你仍然想要用你的毒蛇刺伤我 下次你找麻烦的时候 我会念锦头待雨 请不要那样做 如果我们发现她是一个真的公主 我一定会让那里乱起来 把你带出那里 朱说 师父 时间不早了 让我们明天再讨论这些事情 该睡觉了 唐僧同意了 他们停止了争论 睡觉去了 第二天早上 国王坐在宝座上 命令大臣们带三个徒弟 回会同馆吃素食早饭 然后他命令音乐家 在会同馆为徒弟们弹奏音乐 也在御花园为唐和尚弹奏音乐 但朱拍打着他的大耳朵说 陛下 我们从来没有和师父分开过 我们今天想和他在一起 不这样 你将不能举行婚礼 国王被诸的话和他的样子吓坏了 所以他同意了 他命令在花园里 为他自己和唐僧放两张桌子 在那附近为三个徒弟放三张桌子 再为王后 公主和他的仆人放几张桌子 他们都很享受的走在花园里 然后吃好吃的素食大宴 唐僧笑着 好像很享受 但他没有让任何人看到他的担心 唐僧注意到 墙上挂着四个大屏风 每个屏风都有一首有有名的人写的诗 一首写的是春天 一首写的是夏天 一首写的是秋天 还有一首写的是冬天 第一首诗的第一行是 大自然的大轮子 让他轮转回 唐僧仔细看着这些诗 国王看到唐僧看着屏风 他说 朕看到朕的女婿喜欢诗 可能你也可以用相同的韵律 给朕为每首诗回一首 唐僧的脑子里装满了这些美丽的诗 他想都不想的说 当大轮子转动时 太阳融化了冰 国王听了很高兴 请告诉朕更多 还命令把毛笔和墨给唐僧 唐僧拿起了毛笔 他一点都不停地 对每首诗都回了一首 用了和原来的诗相同的韵律 国王读了唐僧的诗 说 这真的是非常好 他命令宫里的音乐家们 把这些诗配上音乐 就这样 国王和唐和尚一起过了一整天 接下来的三天 他们过得很开心 终于到了这个月吉祥的十二日 国王的官员告诉他 婚礼宴会已经准备好了 为客人准备了五百张桌子 另一位官员走了进来 说 陛下 王后和公主希望见你 国王去了女人们住的地方 向王后和公主问好 公主磕头对他说 陛下 我的父亲 请原谅我向你求帮忙 有人告诉我 唐和尚有三个非常丑的徒弟 因为我身体虚弱 我怕看到他们会吓坏我 带来灾难 请让他们远离婚礼 国王说 当然 亲爱的女儿 今天早上 朕就会签署他们的通关文书 还会命令这些徒弟 马上离开这座城市 国王回到宝座房间 让唐僧和三个徒弟来见他 唐僧正在和孙悟空说 今天是十二日了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孙悟空说 我真的需要见公主 但我想 国王今天会命令我们三个人 离开这座城市 不用担心 我会悄悄回来的 我会保护你的 几分钟后 一位官员来了 带着三个徒弟去见国王 当他们来到宝座房间时 国王说 把你们的通关文书给朕 朕将签署他 朕还会给你们一些钱 来帮助你们去灵山 朕的女婿将留在这里 别担心 朕把通关文书给了国王 国王签署了文书 然后把它还给了他 接着 他给了游人们结婚礼物 十条黄金和二十条白金 孙悟空向国王道谢 他们三个人转身离开 唐僧跑到孙悟空身边 抓住他 说 你要把我留在这里吗 孙悟空向他眨了眨眼睛 说 师父 放心吧 好好享受你的婚礼和你的新妻子 拿到经文后 我们会再见面的 唐僧不肯让猴子离开 过了一会儿 才放开了他 三个徒弟走回了会同馆 孙悟空说 你们俩留在这里 不要跟任何人说话 我要回去保护师父 然后 他从手臂上拉下一根毛发 吹了吹 轻声说 变 他变成了另一个自己 和猪和沙在一起 真的他自己跳到空中 变成了一只小黄蜜蜂 他飞回宫殿 他看到唐僧一个人坐在花园里 看起来很伤心 他掉在唐僧的帽子上 轻声说 别担心 师父 我在这里 这让唐僧心情好多了 过了一会儿 一个官员过来告诉他 婚礼宴会已经准备好了 公主在等他 国王走到他面前 把唐僧带进宫殿 第九十五章 唐僧跟着国王进入了宫里 孙悟空躲在他的帽子上 他们听到了笛声和鼓声 他们看到两排美丽的年轻女人 穿着不同颜色的衣服 所以这个地方看起来像一个满是鲜花的花园 女人们都很漂亮 但孙悟空看到他的师父 对他们的美丽没有一点兴趣 好和尚 他想 身在这样的美丽中 他的心不动也不乱 很快 被妃子们围着的公主和王后走向他们 他们都大声喊道 陛下万岁 陛下万岁 孙悟空仔细地看着公主 他看到他的头顶上飘着一点点磨云 他轻声对唐僧说 师父 那公主是假的 唐僧轻声说 如果他不是真的公主 我们怎样才能让他露出他真的样子呢 我会给他看我的魔法身体 不可以 那会吓坏国王的 最好等到国王和王后离开房间 但老猴子没有办法阻止他自己那样做 他咆哮着 变回了他原来的样子 他跑向前 抓住公主 大喊 你这该死的兽 你在这里不是真的公主 但在享受宫殿里的生活 这已经是很不好了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骗我师父偷走他的根羊呢 宫殿里大乱 国王吓得动不了了 王后和妃子们倒向四处 宫殿的宫人害怕极了 发疯一样的跑来跑去 只有假公主不怕 他从孙悟空的手中逃了出来 他脱掉了所有的衣服 拿到了珠宝 他跑到附近的一个神社 抓起一根又短又重的棒 转身 他用他的棒砸向孙悟空 他很快的用他的棒挡住了他 两人互相喊着 上了天空 在云雾中战斗 这是一场怎样的战斗 金箍棒很有名 短棒没人知道 和尚是为了求真经来 魔鬼是为了爱奇怪的花来 他听说过唐和尚 他极想要他强大的羊 一年前 他变了真公主的样子 现在大圣知道真相 短棒击中了头 金箍棒击中了脸 他们两个大喊着在天空中战斗 雾和云 雾和云遮住了太阳 在下面 唐僧伸出手 抓住了国王的手 他说 陛下 请不要害怕 那个女人 其实是一个魔鬼 她变成了 你女儿的样子 等我的徒弟 抓住她时 你就明白了 国王冷静了一点 他们一起看着天空中的战斗 在天空中 猴子和妖怪战斗了半天 然后 孙悟空把他的棒扔到空中 喊道 变 一根棒变成了十根 十根变成了一百根 一百根变成了几千根 棒像一团蛇一样 攻击妖怪 它变成一缕清风 向天上飞去 孙悟空拿回所有的棒 把它们变成一根 然后跟着它 他们俩来到了西天门 他喊道 挡住那个妖怪 不要让他逃跑 四位大元帅 都拿着自己的武器 挡住了他的去路 妖怪转过身来 又开始和孙悟空战斗 战斗中 孙悟空看着妖怪的武器 他说 该死的兽 那是什么武器 现在就告诉我 不告诉我 我就砸你的头 所以 他回答说 你不知道我的武器吗 这是一块羊之玉 切割和打磨了几千年 当混沌第一次分开时 它已经是我的 当世界开始时 它已经是我的 它和我一起住在月宫里 因为爱花 我来到人间 我去了印度 变成一个年轻女孩的样子 我只有一个心愿 就是和唐和尚结婚 你怎么能毁了这场美丽的婚礼 像一头兽一样 在天空中追着我 我的武器比你的铁棒更古老 它以前在月宫中 是用来做药的 被它一击 你的生命就结束了 哼 孙悟空说 如果你住在月宫 你一定知道老猴子 你为什么和我打 你一定会输的 哦 是的 我认识你 你是那个照顾玉皇大帝的马 在天上找那么大麻烦的人 我应该逃离你 但你想要阻止我的婚礼 这和杀死父母一样的坏 我一定要和你战斗 孙悟空很不喜欢别人说他照顾皇帝的马的工作 所以他举起他的棒打他 他挡住了那一击 他们又在天门前开始了战斗 他们打了一会儿 妖怪认识到他没有办法赢这战斗 所以他摇了摇身体 变成了一道金光 光飞夏天 进入了一个山洞 孙悟空跟着光 看看他去哪里 然后他转身回到了王国 师父 我回来了 他喊道 唐僧回答说 悟空 小心 别吓着陛下 告诉我 公主怎么了 如果那个公主是个妖怪 朕的真公主在哪里 国王问 孙悟空说 假公主一定是妖怪 我和她打了半天 然后我追着她到了天门 门口的侍卫挡住了她的去路 她就转身又和我打了起来 然后她变成了一道金光 飞到了这里向南的一座山上 我找不到她 我害怕她会来伤害你 所以我马上就回来了 国王说 求求你 请救朕的真公主 把她还给朕 陛下 请和我的师父一起回到大殿 请叫我的两个兄弟来保护你和我的师父 然后我就去降服那妖怪 国王同意了 还为唐和尚和他的徒弟们安排了素食 孙悟空向朱和沙讲了情况 然后他用他的金斗云向南边的山飞去 他在山上找 但找不到妖怪 这是因为妖怪爬进了一个小山洞 他用石头挡住了入口 找了一会儿 孙悟空叫来了土地神和山神 他们来了 磕头说 请不要打我们 我们对这件事一点都不了解 我现在还不会打你们 告诉我 这座山叫什么名字 这里住着什么妖怪 大圣 这山叫毛影山 这里从来没有过妖怪 只有三个兔子窝 我们去看看他们 他们三人去找那三个兔子窝 在第一个窝里 他们只看到几只兔子 但第二个窝被两块大石头挡住了 孙悟空用他的棒把石头推开 他刚推开石头 妖怪精就冲了出来 攻击他和两位神 他们都上了天空中 孙悟空更强大 几乎就要杀了妖怪精 但突然 一个声音从九重天传来 说 大圣 不要动手 猴子抬头看 看到是太阴兴军 他在一朵粉红色的云上走来 嫦娥和所有其他的月亮女神都跟着他 孙悟空放回他的棒 鞠躬说 老夫 你要去哪里 我很对不起 没有给你让道 太阴兴军回答说 和你战斗的那只妖怪 是我月宫里的玉兔 他的工作是做我的神秘双仙耀 一年前 他打开寓所 从月宫中逃了出来 我想他可能有危险 所以我来这里救他 请不要杀他 当然 当然 孙悟空回答 我不能拒绝你 那么 他只是一只小兔子 但是你知道吗 你的兔子变成了印度公主的样子 他想和我的师父交合 偷走他的洋气 这是一个非常重的罪 有些事情你也不知道 国王的女儿不是普通的女孩 十八年前 她是月宫里的宿娥 有一天 她打了小玉兔一个巴掌 然后 因为很想生活在下面的世界 她的灵魂进入了印度女王的肚子 女王生下了一位公主 但小兔子从来没有忘记那一巴掌 所以她才逃跑 所以她才把素娥送出月宫 不过 你是对的 她不应该想要和你的师父交合 请把她还给我 孙悟空笑道 现在我明白了 但如果你把小兔子带走 怕是国王可能不会相信我的故事 你能不能和我一起回到王宫 把你讲给我的那些故事 讲给国王听 好吗 可以 太阴新军说 然后转向妖怪 他说 邪兽 你该回到正道上了 妖怪滚到地上 几秒钟后 他就变成了一只小兔子 他有狠尖的牙齿 裂开的嘴唇 红红的眼睛 软软的耳朵和奶油色的小鼻子 他的身上都是像玉一样的毛 孙悟空笑了起来 他们都飞回了王宫 他们在太阳下山 月亮上来时到了宫殿 国王 唐僧 朱和沙 都在朝廷里 他们抬头看到一朵明亮的彩云 从南面过来 他们听到大声喊道 印度陛下 请出来看看 这是太阴兴君 和他在一起的 就是月亮女神嫦娥 还有这只 以前是假公主的小玉兔 现在你看到他的真样子了 他们都抬头向上看 主动了欲望之心 他跳到空中 伸手去抓其中一位月亮女神 他喊道 姐姐 你和我都是老朋友 我们去玩吧 孙悟空抓住他 打了他一巴掌 然后把他推倒在地上 国王不理这事 问道 假公主已经被你强大的魔法抓住了 那我们去哪里找真公主呢 孙悟空说 你女儿真的是月宫中的素额仙女 她想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她进入了女王的肚子里 生下来就是你的女儿 现在她住在布金寺里 在那里她假装疯了 我们大家都先睡觉 早上我会把你的女儿还给你 第二天早上 国王像以前一样上朝廷 她让唐僧去找她的女儿 唐僧回答说 陛下 我们最近经过布金寺附近 在那里休息 一天晚上 我们听到一个女孩子的哭声 一位长老告诉我们 一年前 一阵奇怪的风 把这个女孩带到了寺庙 把她丢进了棋树给孤原 她告诉和尚 她是印度国王的女儿 和尚担心 其他的和尚会给她带来麻烦 所以为了保护她自己 她把她关在一个房间里 每天晚上 她都会为她的父母哭 老和尚告诉我们 她去过首都 想知道更多有关这件事的消息 但看到公主还住在宫里 看起来也还好 正因为这样 她不敢对国王说什么 但当我们到了寺庙后 她要求我们 用我们的权力 来找出事情的真相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真相 兔子已经被太阴新军带回来了 你的女儿还在寺庙里 国王高兴地哭了起来 他问 这个布金寺有多远 不到六十里路 唐僧说 国王马上为她自己 王后 唐僧和徒弟们安排了马车 他们上路前往寺庙 但孙悟空跳下了马车 飞上了天空 很快就到了寺庙 他对和尚们说 那位长老在哪里 告诉他快点出来 你们所有人 准备迎接印度国王和王后 长老出来了 孙悟空给他讲了 整个关于元宵节 假公主 天上的战斗 太阴新军到来的故事 老和尚一次又一次磕头 孙悟空说 别鞠躬 准备好迎接国王和王后吧 不久之后 带着国王和王后的马车到了 寺庙的和尚在那里迎接他们 和和尚站在一起的是孙悟空 你怎么这么快就到这里了 国王问 孙悟空回答说 这对老猴子来说很容易 你为什么这么慢才到这里 一群人进了寺庙 长老把他们带到假装疯了的公主的房间 和尚跪在地上 说 陛下 公主就在这个房间里 国王命令 把门打开 国王和王后往里面看 虽然他非常脏 他们还是认出了他们的女儿 我们可怜的孩子 他们哭了 他们三个人抱在一起 哭了很久 之后 公主洗了澡 穿上了干净的衣服 他们都上了御车 当他们正准备离开时 孙悟空走到了御车前 他对国王说 陛下 有一件小事 我想和你讨论一下 当然 朕会做你要求朕做的任何事情 这里有一座山 名叫白脚山 那里有许多蜈蚣变成的邪精 他们在夜里伤害人 我请你选一千只公鸡 把他们散放在山上 他们会吃掉所有的蜈蚣 另外 你应该改山名 你应该给一些钱 用来修这座老寺庙 国王照孙悟空的要求做了 一千只公鸡 被送去吃蜈蚣 这座山的名字 改为宝华山 给了修寺庙的钱 和修寺庙需要的东西 布金寺改名为 宝华山布金寺 让那位长老成为了僧人官员 还给了他三十六桶骨子 还有许多宴会 庆祝公主的回来 游人们停留了五六天 但他们想继续他们的旅途 国王为他们准备了御车 把他们带到承西门 他们下了御车 又开始向西走 真是喜去感谢的话 他们回到了本性 离开黄金的海 他们悟到了真空 我亲爱的孩子 唐僧已经西游十四年了 他的旅途马上就要结束了 但我们不知道 他将怎么结束 你会在最后一个故事中知道 晚安